能说利路修还想过自当 真的讲他要自杀吗 玩的套路这么深 他只是想走而已 哈哈哈哈 下班了 但是我会救你的修哥 我还会留你到最后 你越想走我越救你 你说你去不去 恭喜七位玩家进入终极之战 yes 终极之战 夺宝骑兵的游戏规则 本宫馆内藏有不同价值的宝物 部分宝物被注明了价格 部分宝物的价格会被隐去 透露物品价格高低的信息碎片 会被随机投放 七位玩家需要通过自己的判断 去尽可能地搜集到 价格最高的宝物 每位玩家最多可以携带 五件宝物进行价格的鉴定 最终获得宝物价值最高的两位 玩家获得继承权力 这是纯自己找 对对对 请注意我们中间是有淘汰的 好 游戏开始后将进行两轮价格鉴定 第一次鉴定 所有玩家抵达鉴定室进行比价 宝物总价最低的两位玩家将被淘汰 第二次鉴定 宝物总价值最高的两名玩家获胜 好 就是游戏过程中 只能收集不能升抢吗 可以抢啊 还能抢 接门 必须接门 放开我 你不给我接门我去找别人 你可不要后悔 前科技玩家前往初始地点 走吧 是吧 冬师 刘洛 它是 你能够做签募吗 冬师 冬师 我能够做签募吗 我能够做签募吗 你还要来抢我 那我就扎你 我就扎你 说如果没有爱 那又如何 怎么了 第二次来到益次元 上一次的我在益次元中 成为了笨蛋 因为我输掉了终极之战 今天我的目标和战略 还是成为笨蛋 把笨蛋进行到顶 本来就不聪明 终极之战正式开始 开始找了吗 好 我要开始找了 我现在先去找那个 张兴瑶结盟 这双鞋感觉很便宜 我们先结个盟了 结个盟 结盟 有吗 有吗 绿色 有了 我是信赦 金手已经打得很好 你能冲着这边卖着猛吗 买门 买着猛 笑语都不笑吗 不笑 他不喜欢卖着猛 那那咱俩给大家表演一个 攀核桃吧 来吧 丽主修你为什么会拍核桃 这个很简单 我我一看就说 啊 你们的节目有人看吗 哈哈 我们的节目很多人看 很多人看吗 哦 那比心了 丽主修全然比心了哦 哎呀妈 完了